4月14号凌晨 耶路撒冷警报声大作 伊朗对以色列进行了大规模空袭 这是伊朗首次从本土对以色列发动直接的军事攻击 伊朗称 这是对此前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利亚使领馆 并击毙了一名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的回应 以色列军方表示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170架无人机 和140多枚导弹 包括30多枚巡航导弹 和110枚弹道导弹 不过其中绝大部分被以色列及其盟友成功拦截 此次大规模袭击 至少有9个国家被卷入其中 导弹和无人机除了从伊朗本土发射外 还从叙利亚 伊拉克 野门境内的伊朗代理人处发射 另一方面 美国 英国 法国及约旦 则帮助以色列进行了拦截 以色列表示 伊朗的弹道导弹击中了 以色列南部的内巴蒂姆空军基地 但仅造成轻微损伤 不影响基地正常运作 另外 一名10岁女孩在伊朗的袭击中受到重伤 目前正在加护病房 美国总统拜登周日发表声明 表示以最强烈的措辞 谴责这次袭击 拜登称 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 他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包括英国 德国等 都对伊朗的这次袭击表示谴责 伊朗的大规模袭击再次将中东地区 推向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边缘 拜登在周日晚些时候召开紧急这期峰会 旨在达成协调一致的外交对策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时综合报道